刀枪杆你可以压住他们 但是如果你是个虚军 你能够压得住他们吗 所以我觉得清末的君主立宪 其实本来成功的机会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这位朋友就提出了 他说你说中国没有虚军的传统 所以君主立宪很难成功 这明显是从传统文化得出的推论 而秦老师你又是一贯反对文化决定论的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里我要讲所谓的文化决定论 是指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用一句很时髦的说法 比如说李光耀 他就是弘扬的是什么亚洲价值 什么叫亚洲价值呢 就是说什么自由民主这些东西 只是西方人喜欢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就希望头顶上有个皇帝压着我们 讲得简单一点 中国人不追求民主 只有西方是天然追求民主的 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文化决定论 我是当然是反对的 这个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但是尽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来讲 其实大家都是想自由的 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常识 而且老实说皇帝都是希望自己自由的 只不过他不尊重别人的自由就是了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想自由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的 一个一种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不应该有所谓的 而且我在上一次在正式的演讲中 我也讲了自生自发的华人社会会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中国人如果有选择 如果逃出去可以自治 从古代的南方大总治到现在的 比如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外来干预的 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秦辉教授是广西人 说话稍微有点口音 他刚才说的不是南方 是南方 兰花的兰分方的方 华人好像是在今天的东马来西亚 东马或者是印尼吧 反正在那个好像加里曼丹岛 建立过一个类似于现代共和国的 这么一个政权 曾经啊 马来西亚的西部这样的那个华人城市 是吧 那么他们是怎么怎么治理的呢 是吧 他们也没有搞也没有选择秦制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文化决定论 它是强调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是吧 某个民族 像像那个自由民族 那都是西方文化 和中国是格格不入的 我觉得这纯粹是胡说 我是不同意的 是吧 但是我前面讲的君主立宪在中国比较难搞 是吧 这个是怀疑的不是普世价值 怀疑的是普世的路径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希望 呃呃呃呃都是呃呃呃呃 但是这个建立民主自由的路径 西方的这个路径不见得我们就可以走 是吧 因为西方要走出的是 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 是吧 他们是要走出周治的 而我们是要走出秦治的 那么走出周治和走出秦治 呃 就算你都是想要建立民主制度 但是走出周治的路径 肯定是和走出秦治是不一样的 是吧 那么有普世价值 但是我不相信有普世的路径的 是吧 就是西方人怎么走的 我们都一样画葫芦 呃 他们搞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就是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支持王权的 那我们也应该支持 是吧 那么他们搞君主立宪可以搞成 那我们也要搞君主立宪 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 是吧 有普世价值 但没有普世路径的 是吧 我质疑 这个君主立宪 我对他的质疑是怀疑普世路径 不是怀疑普世价值的 是吧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文化决定论 实际上就是说 西方人天性崇尚自由 而中国人只会 三 文化决定论 种族论 文化决定论